警方證實警隊國安處處長蔡展鵬光顧無牌色情按摩店 但沒有證據顯示他作出違法或不道德行為 邱惟宜報道 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是在3月下旬 警方巡查灣仔區一間無牌按摩店的時候 當場被發現 我們都初步完成了我們的調查 暫時我們看不到有任何不道德或者違規的行為 他光顧多少次 這是我們調查的範圍之一 那個細節我不會在這裏透露 因為我演證我所說 我們交給律政司 等律政司進一步的指示告訴我們我們會怎樣做 3月行動來到5月先交代 他說要時間多角度全方位調查 當時的行動拉了6個本地女人涉嫌經營色情場所 蔡展鵬光顧在這個場所被發現 我們是沒有作出任何拘捕的 因為在香港法例上干固一個無牌的按摩場所 是沒有違反任何香港法例的 但是正正因為他是警務人員 我們都是很重視警務人員的措手 所以我們作出一個很全面和很深入的調查 蔡展鵬沒有違法 為何還要休假 他說是警隊安排的紀律調查 已經向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匯報調查結果 有線電視的記者一位夷報到